大概是吴医生委员发言官 主席各位委员有请主委 主委你好 历任的主委 善任都是风风光光的 唯独你9月10号上任 校上任 校就到陆军官校报到 跟灾民这个见面 也是随着我们行政院长行动内阁 到那边了解灾区 顺便也在陆军官校过夜吧 对 所以这个也显示出 你这次这个主委 责任是相当相当的重大 昨天晚上我在凤雄云区 总统也是在那边开周谈会 一直到8点 我也听到乡亲 有几乡亲的声音 说主委话了 我想我们这个灾区的重建 应该是有希望 这是再一名对主委的期待 对主委的期待 所以 主委你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的前面 我们看到平地的委员 对我们原住民地区这样的支持 这样的关怀 这时候想往后的工作虽然艰辛了 但是很多的这些委员的关心之下 应该是会蛮顺利的 那么八八水灾 实际上我们原住民地区受到重创 受到重创 值得检讨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时间只有八分钟 不晓得总统收起 我就提到 这一期 就是八八水灾发生的这个当时 发生的当时 我对于民会 那段时间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忧 因为灾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中央的应变中心 迁到屏东警察局的二楼 我因为刚好我也在国外 定到灾区 灾害发生 我八月九号 八月九号连夜赶回来 回到屏东还经过一段相当 辛苦的这个路程才到达 我一到达 我直接就到应变中心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 廖部长在那边主持会议 各部位都在 当时我一看 怎么会没有人民会 没有人民会的人员 所以当时我就打电话 是王副支委 王金光 王副支委 接着 他说他还要请示主委 要不要派人 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他讲 我马上就要 还要请示 快点来 因为当时情形状况 非常的紊乱 所以我希望 往后像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形 我们颜民会应该是 有主动 主动 各部会都有 甚至于都是副首长 最后第二天 8月10号 我们才 那个 洪机长 洪机长 那时候刚派 文化院机长 机长 没有机 好像第二天第三天 排到来了 我第二天 还是到应变中心 警察机 那个 洪机长 还跟我讲 委员啊 我也是灾民啊 派我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样的这种情形 我总结的说 当时可能还是没有进入状况 不了解 我们到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多严重 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 你的副支委 昨天晚上副支委都 笑到在一些 总统的座谈会 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欣慰 将来的管道 我希望就是能够建立的 就像这样 报委员 这个 上个礼拜 我们自己会内就已经组成了 工作的小组 那个之前的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不过陈如委员所看到的 我们也感觉到 我们在圆明会的各处市的 到部落里边 去了解状况的情况 的确有一些脱节 那从上个礼拜一开始 我回到圆明会以后 我们的工作小组就已经成立 就由我们的徐副座 来做总指挥 那我们这段时间 包括在 在营区的同胞 我们的处长 我都要求他们都能够下去 能够了解状况 也把特别是情绪上面的东西 这位 你这样的状况就对了 因为现在将来的工作 尤其安置以后 安置以后的重建 包括千春的这个事情 相当艰巨 希望你的处长 能够尽量下去 来了解我们这个灾民 将来这工作推动的方向 那么 这个 莫拉戈台风 重建的这个特别议算 现在编列 1200亿 很多人都跟我们反映 圆明会的部分 就占 就编列多少 整个75亿 75亿多一点 就受到这么这么这么大的追求 就变这样 过不过 你认为呢 这位 报告委员 我们会检讨 但是这个部分因为 我还会刚才 黄昭孙委员也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整个救灾的工作 是一个行政院团队的 那有一些 不瞒委员说 比如说牵涉到工程 这一部分 其实编民会的人力 跟我们的各方面的专业的智能 实际上是还需要一些 一些努力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跟公共工程委员会 一起来处理 对 你这个讲的就是重点 是 很多人建议说 那个1200亿的 预算把它退回 从边 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 我们的经费不是只有在编民会这边 列着75.25亿吧 文监会里面也有嘛 农委会里面也有嘛 现在到道路的抢通 大部分都是 都是交通部在做嘛 公路总局在做嘛 啊 实际上你们经费太多了 你们执行也有问题嘛 啊 也有问题嘛 啊 所以我只希望说 这个经费 这样的编类的情况之下 你们的执行问题 我现在是担心你们的执行问题 包委员 这个执行的问题哦 一直是我们 呃 备受质疑啦 不过 现在我们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哦 就至少在 特别在这次风灾的情况底下 我们跟公共工程委员会已经 有了很充分的沟通 也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将来用一个 专业的专案的这个管理的平台 的方式来去处理 目前的 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那整个行政院团队里边也都支持这个方式 不要讲说是这个特别预算的问题的执行的问题了 你们年度预算 现在这个年度的年度预算的执行绝对是落后的啦 我看到你们那个绩效 绩效里面写的好像进度好像蛮不臭的 实际上我们了解的情况之下 你们现在到底 今年度的预算执行的情形到底如何 报告员这个哈 我已经在上个礼拜就要求他们把那个 特别是今年那个预算执行的情况 今年是下三个月哈 对对对 我们还没有看到农路在 在农路在开工的 还没有啊 我们还没有看到啊 工作我已经盯着 就是在年轻 34亿点多 一年也是8亿多的这个 这个农路在 我们还看不到在开工啊 编的情形 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 剩下三个月 另外最后一点 这个这个刚才 主委也提到这个 原住民自治的问题 原住民自治的问题 假如我们早做的话 早做完成的话 今次就会第四法的 这次修订 就被造成高雄县市病以后 三个像原住民的相当马 被一夜之间变成都市人啊 他们想我们先变成高雄市的人 他们现在也蛮担忧将来 将来怎么办啊 像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有自治的话 就不会 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现在目前自治的问题 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了 你们说五月五月几号 已经撤毁 就是8月五月几号 正照我们的决定 说已经撤毁 实际上 第三会期的时候 张主委还在讲 还在讲说 暗示在于在立法院啊 看立法院要不要审啊 所以我想 这个是第一个 马总统第一个证件哦 希望不要跳票 不要跳票 是